最近鼠疫人称黑死病闹得人心惶惶 那这个横行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到底是咋回事呢 据说这个黑死病啊 最开始爆发的地方不是欧洲而是亚洲 14世纪印度爆发了大规模的瘟疫 而当时强大的蒙古帝国鼓励各种贸易通商 亚洲欧洲的人去哪儿都来去自如 所以很快黑死病就跑到欧洲了 最先在黑海北边一个叫做克里木半岛的地方 大批好端端的人迅速倒下 很快这黑死病啊就到了败战亭帝国的军事坦丁岛 然后迅速席卷东欧 最后传入西欧法国英国等地 而据说黑死病在欧洲也是特别的猖獗 还因为欧洲人好几个月都不洗澡 那跳蚤可是传播鼠疫的好手 就这样不但老百姓大规模遭殃 黑死病还弄死了一个叫做阿芳索十世的国王 黑死病啊不但破坏了整个欧洲的经济政治 很多人还纷纷修改了自己的宗教信仰 可见这黑死病的可怕 而今天我们发明了能杀死鼠疫杆尔军的抗生素 情况不比中世纪了 所以面对鼠疫大家也不用太害怕 千万要记得洗澡哟